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3月22号的新北新闻网 新北市侯政府市政力推行动治理 各局处的首长不在办公室里等待 而是下乡走走看看 在今天副市长陈纯静来到金山区带着水利局长 要来与地方第一线的区公所同人互动 并且了解当前地方市政推行的状况 而副市长也希望透过机动性的行动治理 让地方公所与市府有更多更密切的互动 让市政有效率 市民更有感 新北市长侯友宜就任之后 希望各局处首长要多多执行行动治理 走出办公室到地方走走看看 因为只有主动下乡才能够发现问题所在 第一时间解决第一线的状况 而今天副市长陈纯静来到金山区关心工作同人 也一并要视察水利的设施 而副市长到来还亲切的与公所同人们 玩起自拍展现亲民的一面 市长为了要能够行动治理能够落实 所以它变成有一些所谓富士 就是富合好几层不同的局处 或者是说长官能够组成一个服务网 那像我负责的大概都是跟工程 经济开发有关的还有水利工程 所以这些局处啊 他们对于这些地方的公共介绍啊 是非常有经验的所以今天向退免水利局的局长 等议题包括月梅西南市西清水西 还有冲浪圣地中角腕等等 透过与区长里长的座谈了解地方的需求与状况 能够跟区长这边看他现在的情况 以及我们能够把在市政府里面 有什么样的这个帮忙 所以今天非常高兴 等于是落实我们市长的这个行动制 所以希望就是说透过这样 能够使得区公所就跟市政府 就有更紧密的这个连接 今天一起出席的还有水利局长 透过面对面的交流 及时为地方当前面临的问题给予方针 副市长也期待透过局处首长们的动起来 要给地方与市府多一些的互动连接 行动治理让施政有效率 民众更有感 谢谢老平坦金山采访报道